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花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瞬间光环 塞杯秋风裂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随杯秋风裂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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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想削陌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画廣告 主公 外面有一位来客 自称是主公旧有许优 请求拜见主公 许优 是袁绍帐下的许优吗 在下不知 那人只说主公应该记得 当年偷鸡宰恶之事 专相 专相 许优 专相 专相 快 快 南洋古人许优 叩见蒙德宫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袁绍不能相容 我如再不来头 恐性命难保护 这是天上掉下一座金山呀 惭愧 孟德兄台相助 大事可成 收我一拜 不敢不敢 孟德兄请起 孟德兄 高义呀 望旅相迎 着实灵在下 受宠若尽 见到你许优 我岂能不得意忘形吧 安安 走走走 进去说话 专相 是 请 来 请 说说吧 为何 为何来偷我 今日 我曾给袁绍献一尽 让他集四十万大军 分作两路 一路十万人马 仰供你的大营 另一路集三十万精兵 竟取续长 我告诉袁绍 无论这两路人马 哪一路能够得手 你曹孟德都将大败 袁绍果征如此用兵 我必忘 可惜啊 忠言逆耳 拥主非但不听 反而要记下我这颗 像上的头颅 留作他日后问罪 良辰使拥主真乃人生 莫大的痛苦 如此妙计 袁绍怎么会不用呢 袁绍他认为你诡计多端 你连堂堂的大汉天子 都能用来行骗 岂不会设下伏兵 又使我们去偷袭 世人都说我多疑 看来还有人比我更多疑 孟德 你已经把他们给吓怕了 数许优之言 其实你曹孟德 远没有那么强大 可恰恰 就是那些庸人心目中 对你的恐惧 不仅助长 而且成就了你的强大 精辟 深刻 除了你许优 我永远也听不到 这么精彩的褒奖 越是精辟之言 就越有杀神之祸 实在是无奈了 今天我才转头于你 如孟德兄不弃 从今以后 许有院校全马之劳 雄台啊 你早就该来偷我了 这天底下 只有我 能配得上你的满腹才华 好 孟德兄 国家呢 孟德 容我问你一事 还望 你能够如实相告 你我现在已经是同州公鸡 我们是荣辱与共的兄弟 我任何事情都不会瞒你 好 孟德兄 你军中的粮草 尚可只剩多少十日 兄太果然是高人哪 一问就问到我的痛处 我此次出征 原本带了百日军粮 不料耗损巨大 现在还有五十日的 未必吧 我跟旁人是这么说的 但是实际上 还有一个月的 可悲啊 我许又冒死前来 诚心相投 原以为是起暗投明了 可孟德兄 你根本不相信我 兵法云 兵不厌诈 我跟你说了 你可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免得乱了我的军心哪 我目前 只有十日的军粮了 只有十日的军粮了 曹孟德呀曹孟德 难怪世人都说你是尖雄 看来他们都太低俗了 根本就不了解你 我认为你是尖雄之祖 古今无双 空前绝后 哈孟德 你根本没有十日之粮 严重了 严重了 我无非 就是问了你军中粮草的事情 可你前前后后 转瞬之间 就跟我撒了三次谎 你根本就没有十日之粮吗 好吧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那我就给你透个十情 我现在还剩五日的粮草 我正为此焦虑万分了 曹孟德 莫非你还要骗我第四次吗 此话怎讲 你连隔日之粮都没有了 你军中已经断粮了 从明天开始 你和你的军事将沙马冲击 你怎么知道的 我截获了你摧要军粮的军令 袁绍知道吗 知道 可他知道有什么用 他根本就不信 他认定 以你曹孟德的精明 绝不会在临战之际断粮 他更不能相信 如果你曹孟德断了粮 居然还不退兵 因此 他必然认定 你没有断粮 兄太 我现在军中只剩半日之粮 我唯一的指望就是 明天日落时分 军粮能如期送到 如果明日运不到呢 孟德啊 若是我许忧 送给你百万弹粮草 如何 你说什么 孟德兄 那袁绍所有的资重粮草 全部囤育吴朝 吴朝的守军相当薄弱 守将淳于穷 那是个酒囊饭带 不堪重用 如果孟德兄 你能亲率一支铁骑 连夜杀奔吴朝 一把火烧了他的资重 袁绍势必大乱 你也可顺势夺取你所需要的粮草 我会亲自率军前去 孟德兄 我有一事想问 你就不怕 我许忧说的是谎言 你就不怕 袁绍早已经在吴朝设下伏兵 这个我不担心 我不是袁绍更非庸主 真的假的我闻得出来 何以见得呀 其一 我一直苦思不解 袁绍为何兵败了还不退军 而且能在短短十几日之内 就能重新召回几十万残军 原来他手里有吃的 残军不回营就得饿死 其二 你许忧深夜来偷我 必有大礼相送 兄台不愧是天下明主啊 从今往后 我若能服侍明主 如同再造 姓甚 许忧啊 我灭了袁绍 你是投工 孟大兄 你打算何时启程啊 事不宜迟 我这就出发 我会率猛将士园 荆棋五千奔系五朝 估计会在黎明时分到达 好 如此深厚 孟大兄 一定切记 在你奔系途中 不欲援兵 不必与其纠缠 只需亮出援军的旗号即可 就称是后将军蒋旗的兵马 是奉袁绍之命 持援吴超的 多谢兄台之交 援军的旗甲 我倒是缴获了不少 今晚正好可以用上 孟大兄 我还是吃不准 如果吴超一旦活旗 袁绍会当如何 袁绍定会火速派兵 救援吴超 不不不 袁绍这个人 平时虽然昏运 可一旦盛命起来 往往也能做出 让人意外的事来 他势必置吴超于不顾 集中所有兵马 支扑你的大营 他一定会认为 以曹孟德率清记奔了吴朝 你的大营势必空虚 没错 还是兄台更了解袁绍 所以在下建议 你必须留下一只兵马 在大营之外射下伏击 不 这样太简单了 我会把我的空影丢给他 静止去取他的官渡大营 要知道袁绍的大营 可比我的大营大多了 调节目 保护 好 陽警 Kelsey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啊 啊 快走啊 快走快走 放我 给我上 狗狗迎面 用独仗的军权认两次 快 把两包装上车 快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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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帅副帅 副帅不好了 巫朝提火了 副帅 巫朝提火了 什么 哪儿提火了 西北方 哎呀 哎呀 壞了壞了壞了快快快 哎呀 我天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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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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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 我非要决你的土坟 曹操 你夜袭乌朝 我百万军粮毁于一聚啊 副帅 这曹操一定没有走远 我们赶紧持援乌朝吧 副帅 乌朝梁县一旦被毁 营中只剩三日军粮 大军不能久持啊 不如回事追上 与曹操决一死战 对 决一死战 对 副帅 副帅 慌什么 不就是那几屯粮草吗 我四十万大军俱在 曹操 奈何我言 请副帅下令我们如何应战 你们想想 乌朝有八千守军千颗价化为乌勇 这说明曹操的所有精锐 都已经去奔袭乌朝了 曹操的大营空虚了 没错 没错 传令 去乌朝不过 赶紧调集兵马 由我亲自带领 前往曹操大营 遵命 重啊 冲啊 杀 眼睛来了 眼睛来了 袁少 你中了我们的埋伏了 快快下马受死 弟兄们 放箭 朝廷有埋伏 快快传令 撤回宣布大爷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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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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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臣我军不备 恭喜我军大赢 什么 曹操臣我军不备 恭喜我军大赢 我们回不去了 曹操 我和你不共在天 和你不备 主帅 主帅 主公 主帅 主子 主帅 主公 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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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吴 我们跟曹操决议死战 决议死战吧夫帅 下令我们夫帅 chemistry jotka 我们军必死战 撤君 复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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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击州 复帅 撤君 诺 复君 复君 复 复君 复帅 就有香草了 我们的乌朝被分 大赢丢失 全是这个贼给害的 高揽张合 及诸位将士 如等且听我一言 你家主公袁少 生性优柔寡断 刚愎自用 鞋余不分 忠奸不明 似这等庸主 安有不败之礼乎 还有 他那三位公子 袁潭袁夕袁少 既无胸怀大志 且自私贪婪 为了争夺世子大位 却忘了刚尝离 不将手足之情 你争我夺勾心斗角 早晚必繁目成仇 定有一场血光之灾 而等 如果再千言不绝的话 大难 必将临头了 古人云 梁秦则目而欺 梁臣则主而施 听我一言 列位将军 而等 还不如效仿我许优 悬崖勒马 当机立断 弃案投名 大家想判我吗 如判我 现在就伺我一枪 拿我的手机献给曹操 领宫去吧 来 卓卜判我 我令你们 立刻上山 砍杀虚 主公啊 这山上肯定有夫君 死去上山 这等于是送死啊 为将者 岂能贪生怕死 冲上去 我令你们 冲上去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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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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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trek 快走 走 我们还有多少人吗 禀夫帅 不到败记了 半年前 我率七十万大军出征 到如今却不到百计 爸 爸 爸呀 苍天珠草不住缘 快 冯帅 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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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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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用了雪幽之计 先是烧了无朝的粮草自重 然后又攻取了援军的官渡大营 援军一败再败 百里战场血流成河 尸骨成堆 七十万援军不胜百计呀 据说已经逃回济州了 七十万大军所剩不足百计 是啊 可曾听过这等气温 原本出本是首屈一指的霸主 转眼之间 竟沦落为残酷了 曹操极善用兵 恐怕济州城不久会被他攻陷 这曹操 既是奸贼 又是雄主 还是兵家 与此人同事 真不知幸与不幸 我们兵不过三千 又无坚可守 此地不宜久留 是啊 我原想 投奔荆州 与刘表联手 举兵抗草 可是现在 袁绍七十万大军 几乎丧尽 就不知道刘表 还有没有抗草的胆识了 刘表拥兵三十万 尤其是他的荆州水兵 号称天下无敌 他为什么要惧怕草藏 兵多有何用 袁绍的兵少吗 林敌胜败 受灾统帅 刘表身为人主 坐领京香九军 十多年来却动也不动 如果他有二弟一小颗胆子 也就不容草藏 像今天这般放肆了 这刘表 既然没有胆识 那主公准备偷何处去 刘表虽无胆识 但毕竟是贤良方正之处 又是皇室宗族 我想当下之际 也只能赞投刘表 虚图后绝 不过这需要有一位大胆善言之人 先去探一探刘表的口风 看看人家 愿不愿意收容我 主公 在下愿意出使荆州 好 孙前愿望再合适不过了 遵命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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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军孙前奉主公之命 拜见民宫 好 请起来吧 谢民宫 听说刘备仍然健在人间 我深感欣慰 如今在中原大地上 能够逃出曹梦德虎口的英雄豪杰 已经为数不多了 民宫说得极是 国主不仅逃出了曹操的虎口 而且还要与虎相搏 刘备起兵多年 屡战屡败 恐怕不是曹操的对手吧 与其说屡战屡败 不如说屡败屡战 只要我主一息尚存 是非要扫除逆贼 匡扶汗室 民宫也是皇亲后裔 身上也流淌着高祖的鲜血 民宫对我主的志向 就不以为然吗 可敬可配 刘备拆你来做什么 是要借兵 借粮 还是要借城市啊 我主对民宫一无所求 他只想相助民宫 助我 怎样助我呀 民宫 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偏安哪 曹操绝不甘心做一个丞相 他志在篡汉自立 袁绍兵败后 曹操的下一个战略目标 就是荆州 民宫 大抵当前战祸不远了 并民宫 我主兵马虽不多 但是愿意率领关羽 张飞 赵云 三位当事勇猛豪杰 在曹操来犯之时 做民宫的先锋 助民宫灭曹贼 成大业 安天下 刘备和我同是皇室后裕 在这乱世之时 我们更应该相互扶持共赴国难才是 你告诉刘备 对 就说 主公 这样吧 你先下去歇息 待会儿我让刘齐为你白酒洗尘 在下告退 在下告退 有话就说 主公 刘备是个灾心啊 刘备现在兵威剑寡 无一座成郡可以供他立足 又惨遭曹操追杀 他是在走投无路之下 踩到主公这儿来求个存身之处 主公 我们万万不可被他利用 如果依你 怎么办才算妥当呢 咽下曹操势力滔天无人可敌 但他对刘备却恨之入骨 我们不如斩了十轴 将手机送给曹操 以表明主公拒留和曹之意 如此一来 曹操定然欢喜 也绝不会向荆州发兵了 你看呢 副帅 儿日没蔡将军所言 无国无处 早晚会断送荆州 公子阎过了吧 副帅与刘备同为黄金帝昭 血脉项链 如今刘备失穷来头 想要与副帅共敌曹操 我们完全可以隐眉荆州之注啊 但副帅竟然要把来势给杀了 这事要是传扬出去 世人如何看待副帅 副帅又如何立足于天下呀 刘备投吕布则吕布王 投袁绍则袁绍败 前车之鉴 后师之师 诸公 千万三思啊 蔡将军言过了吧 吕布智晓姓贪 袁绍贤于不分 须有其名 吕元都是败给曹操 而不是刘备 再说 我副帅又不是吕布袁绍等人 副帅非但不会被刘备所用 相反 却能用刘备 主公 副帅 好 让孙贤上来吧 让孙贤上来吧 孙贤上堂 孙贤上堂 你看 我这里有个盒子 原先是装茶叶用的 现在 有人建议我 取下你的头颅 装在这个盒子里 陷于曹操 以表明我 拒留河曹之意 保荆州太平 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明公 你在砍下这个头颅之前 还在征求这个头颅的意见 真可谓是贤明之君 多谢 监听则明 我总是不止下问的 如果在下这颗头颅 能够换得荆州的太平 那太值了 在下也建议民宫砍了去 可是曹操何许人也 曹操能为这区区薄利而动心吗 如果在下是曹操 看到这颗头颅 一定会开怀大笑 我还没向荆州用兵 刘景生 就吓得送颗人头来 如果我挥施东径 刘景生还不吓得开城起降吗 如果曹操准备明年攻打荆州 在下的人头一到 曹操定会提前攻取荆州 看了在下 非但保不住荆州的太平 而且会惹祸上身 民工 你用一颗头颅换来两个强敌啊 那第二个强敌是谁啊 民工怎会不知啊 正是我主刘备 你杀了刘备特意派来联谊的使者 让他在众人面前饱受耻辱痛不可当 试问民工刘备不会和你拼命吗 想不到刘备在流亡之中身边 还跟随着你这样的意识啊 我主刘备身边意识众多 除了关羽 张飞 赵云之外 还有周苍 弥坊 剑雍等等等等 咱们也得数到五十位之后 才能数到我区区孙前 回刘皇叔 请他尽快来荆州 我会大排一仗 出城相迎 在下领命 吕拜之将刘备 申谢景生兄收容之礼 申得啊 你鲜明扬天下 我是哑慕已久的 从今日起 景生兄有何拆遣 宣得定当消灭 不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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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长子刘备的 刘备 赐子刘仇 拜见刘皇叔 真是英雄初少年啊 景生兄这两位龙虎公子 实在是让人羡慕 宣得 请入城 明宫请 请 五年多来 我刘备可以说是日夜不宁啊 每念及天子密寿写照 都有如万箭穿心痛不可当啊 我刘备 尚不能承天覆寒 下不能手刃奸贼 虽然是东征西逃 却是屡战屡白 愧对天子 愧对苍生啊 先帝至大 当然就有天大的烦恼 驴雄至小 因此也就牵挂也少 我只想独守一玉 保荆州太平 书在下直言 曹操 是个百年不遇的奸秀 其全谋 兵律 淫威 霸蜀 据可以说又狠又多 自邪天子令诸侯开始 创汉自立的野心 可谓路人劫之啊 明公乃汉皇后义 事受国恩 岂能做事曹贼创国呢 更何况曹操他 早就对荆州垂涎三尺了 下一步定会向荆州用兵 以你所料我应该怎么办呢 高清王旗 召集天下志士举兵伐草 只怕现在时机还不到吧 明公 你正逢其时啊 袁绍虽然兵败 但有如百足大虫死而不将 他手下仍有残兵二三十万 凶居在季清幽等州 图谋东山再起啊 曹操想跟除袁绍 此时正在攻打冀州 战事震撼 但我料不到半年之一年的功夫 他根本无法彻底消灭袁绍 明公 此时你若率一只禁旅 奔袭曹操首府许昌 定可大获成功啊 奔赴许昌 显德啊 我把话跟你说明了吧 我已经年过六训 既无在诸侯中称霸之志 更没有争夺天下之心 我主掌金香九郡之地 已经有十几年了 这里的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 一村一镇 一兵一鸣 都是我苦心栽培出来的 它变成敌关 extras 金州 有很多号的 蓓衣群山 足踏长江 甲市三十万 战船五千艘 我握有这些 坚守一帮太平族以巴 曹操 凭他的北方战绩 休想灭我 我靠我的水军战船 也灭不了曹操 因此 双方都应该明智一切 听了明公这一番话 在下十分欣慰 请尽此中以表敬意 我虽然没有争夺天下之心 却真心实意地想要倚众于你 请明公吩咐 不管曹操是否真向荆州用兵 我都要做好御敌的准备 我想拨出一座城池 明教新颖共与驻军 帮助我共举曹操 听你那关张照三元虎将 足可令曹军丧胆 当然了 你需要的军械粮草 完全由我共挤 行吗 在下遵命 在下遵命 大梦放绝 大梦放绝 山川依旧 古战长上几度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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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量洁 在下遵命 仍冷舍 直冒年快乐 他死的厨子 仇想酷 批赴天国 i myés percent 王英雄 誰是帝首 烈火飛舟 你必須回頭 將冬子的夜 風流 不失控 也不失憂 一粒陰魂到永久 不失去 也不失了 往來在人間 與天地同生 與天地同生 不失去 也不失去 不失去 也不失去 不失去 也不失去